大家好,现在是草莓的生长旺季 这个时候的养活是非常关键的 想让草莓在它的生长旺季能够多开花 多结果 那么大家有三点一定要牢记才行 那么是哪三点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控制好温度 温度的话最好就是控制在10度到17度之间 温度呢不能够过高也不能够过低 温度如果过高的话呢 会抑制它花芽的形成 但是温度如果过低它生长也会特别的缓慢 除了温度要控制好之外的光照时长呢 也一定要控制大概在10小时左右 不能够太长也不能够太短 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抑制它的营养生长 让它处于一个生殖生长 那么在这个阶段控制它的营养生长 我们就有这几个办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给它适当的增加磷甲肥 但是呢因为自己吃水不建议大家用无机肥 所以呢可以用上这个有机肥 这个触花吹花型的有机营养液就可以了 它就是一种高磷甲肥 可以促进植株的花芽分化的形成 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大概呢就是7到10天给这个草莓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除了要增式磷甲肥之外呢 我们还要减少这个淡肥还有浇水量 用了过多的淡肥会导致它营养生长过旺 所以呢淡肥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那么像这种触花吹花型油以及营养液的话呢 它的淡含量就特别的低 比较适合在这个阶段使用 浇水量也不能太多 水量过多会导致植株营养生长过旺 所以呢盆土干了 我们再来浇水不要过于频繁 盆土的最好就是适当偏干养护 有利于它的这个花芽分化的形成 那么第三点就是要适当的摘除一些脑叶 特别是底部这种平行的叶片 然后呢这叶片会有一些发黄啊 胶间的现象 这些脑叶呢就一定不要留了 要及时的摘掉 因为这个脑叶啊 它里面含有很多 这个花朵益质的这个物质 我们摘除之后呢 可以减少这个益质的物质 摘除脑叶还可以减少养分的消耗 可以让它积累更多的养分 更有利于它后期的开花 用上这三个方法 那么盆栽草莓啊 就可以在春季这个生长 旺季长出非常多的花朵出来 后期结果自然结就多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节见 我们下节见